我们在小学所使用到的体积单位 除了立方公分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立方公尺 那什么叫做一立方公尺 我们在数学上的定义 我把一个边长是一公尺的正方体 它的体积就叫做一立方公尺 我们画一个图来看 这是一个正方体 它的每一边的长度都是一公尺 我们就说这个正方体的体积 叫做一立方公尺